是上课 前几次上课的资料 其实都在论坛里面 所以如果下礼拜最后是上课 要交一个作业 所以请各位就是把作业带过来 放在学生碟 或者放在一个地方你找到 那我下礼拜会开一个云端 你们就把它上传上去 那就会等于有缴交作业 那缴交作业你只要有交就好 OK 至于每个人的能力 你就量力而为 如果可以你就多做 不行的话你就 做个基本的就可以了 OK 因为说真的 这些东西其实真的难度还蛮高 而且很花 主要是花时间 因为随便一个地方 你只要想要更动 或者换一个类似的东西好了 就会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发生 那所以呢 这个考验到你第一个 你AI熟不熟 你差距離能不能跟他对话 比如说即便相似的东西 只要有一点点地方不一样 你就要问的问题 可能要调整 然后给你的答案也不太一样 那你就要知道 他的答案里面哪些程式 是需要变动的 如果你那个地方没有变动 那可能就发生错误了 那我上课的时候 其实都会稍微提一下 可是毕竟 那个程式的这个撰写 其实细节真的太多了 每个地方每个地方 你都要完全了解 因为程式能够执行 一定要是百分之一百的 哪怕你是99 就是说你程式是99分 你还是零分 为什么 因为还是执行不了 所以是要完完全全都一定要完全正确 所以如果假设 你那个CHAB给你的程式 如果你实在是看不懂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在底下跟他讲说 请帮我加上非常详细的注解 或者也不用非常详细注解就好了 然后他就哇真的很详细 每一行 在程式的上面就帮你写说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这一行是什么意思 然后每个变数啊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哇写的 而且写完之后底下还会再总结一下 真的写的 其实基本上就是一本 我觉得比那个书 书里面写的还更详细 书里面有时候写的太简略 真的 很简单 你就程式出来之后 底下就跟他讲说 请帮我加上详细注解就好了 如果你觉得详细注解还不够的话 你前面可以再加一个 强烈的非常详细注解也可以 OK 这样的话呢 他就会帮你写的非常的详细了 你基本上应该就没有阅读上面的问题了 那为什么一定要需要每一行都知道 因为我刚刚讲过 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 那也就是一个地方都不能出错 意思是说你每一行都要知道到底城市做什么事情 你如果一个地方你做错的话 那你就卡住了 另外的话除错能力也很重要 换一下麦克风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看 就是那个上个礼拜的重点在复习下 所以如果你要交作业 不然就把那个大勿托把它做一下 统计分析一下 那至于统计分析的话 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去做一个分析 那我上以外好像有做了一个那个什么 书纽分析表 OK 那只是说因为它的资料好像已经重新排序了 好像是从小到大 那所以看看网路上有没有更完整的 它没有重新打散过 因为好像那个那个什么 大勿托开奖的时候是不是有跳那个球啊 有没有 123456 然后一个特别号 然后它好像那个开奖的机器 就是都会有一个顺序的 如果你有那个顺序 你就可以分别针对某一个机器 它可能开出来的机率 你去做统计 甚至你可以把日期的讯息也加进去 比如说礼拜几开出来哪个号码几率最高 然后去分析一下 说不定比你那个乱枪打鸟 我觉得应该会更能够缩小范围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 相对的啦 你想要去除不可能的 多集中在相对比较可能的号码的话 我觉得应该胜率会比较高啦 OK 如果你想要提早退休的话 那就可以 因为你要提早退休 第一个可能要投胎的时候要投对 OK 如果第一个你投胎没有投对的话 那可能还要靠别的 所以上个礼拜最后我们只有讲到 利用那个VBA 去下载每日外汇的这个资料 那我有找一个连结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在云端上面 云端白板 那各位可以在这个地方第几个单元 一二 第二个啦 也是第一个单元的第二个范例 打开之后的话呢 那这边就有一个连结 就这一个 那其实我们今天的目标 是希望第一个 汇率可以把它下载 第二个的话呢 按下这个叫折线图美元 或美元折线图 它可以帮我把美元的折线图画出来 上个礼拜好像 就是已经画出来一个 不过会有个问题 你汇率下载的时候 各位还记不记得 它下载的资料 会有第一个问题 就是说什么 它下载出来的资料 它会是像这样的一个日期 虽然这个地方是日期 可是它的格式不正确 为什么 因为它少了那个斜线 那如果少了斜线的话呢 在ECL认知里面 它会认为说 这个不是日期 这个是一个数字 有没有 所以它是数字的话 那你要画折线图 画出来就不对 像刚刚这边不是有个结果 你说老师 为什么它是两个平行线 很简单嘛 为什么 因为它是把这个蓝色的线 当成是日期 因为日期的数字 这么多 个时百千万 十万百千万 都这么高 然后这个是三十二 所以这么低 所以如果你假设要正确的话 我上海里面讲过一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在旁边 先插入一个空白栏 然后做什么呢 就是直接在这一个 有没有 把它们分成三个部分 一二三 分别利用三个函数 这边是left 这边是mid 再利用这边是right 然后在它们中间分别插end 有没有 一个斜线 就得到这样的结果 特别是哦 这个另方的话呢 如果你有加斜线的话 在eSale认知 它就说 这日期 所以通常 eSale就会自动 帮你把它转换成日期格式 自动哦 OK 所以呢 我们只要把这个结果 再把它贴回到这个日期 结果应该就会正确 不过这个方法我是觉得不太OK的 因为你变成你要从法链钢做很多动作 分别是要先插入一栏 然后再把公式做出来 然后再把这个结果贴回去 所以我是觉得比较快的方法应该是 写个VBA程式 比较快 只是说我是怕你写VBA程式 你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那只能用这个 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会写 那你写出来应该会比较有效率 好 那我们把这个Ctrl Ctrl是不是向下 油标要放B2 然后CtrlC 再来的话就是把它贴回去 贴的话记得用选择性贴上 只有持 因为如果你直接贴的话 它是被参考的 所以你如果贴 贴这样它会出错 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它是参考它的 结果你把它盖掉 它又没得参考 所以变一个 无穷回圈了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CtrlC 然后CtrlV的话 记得就是选择性贴上 贴的话只有持就可以了 这边有个持 好 这样OK 贴上 那我是比较建议你用什么 利用那个就是VBA来做 那VBA代表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假设这个题目 我希望呢 我们贴回去 那这边的话就把它删掉 OK 删完之后 这恐怕要重做 这边的话 选的话一样选这两栏 然后CtrlShip向下 然后再来就是插入一个折线图 还有这条标记这个 马上美元的汇率就自动帮我画出来 那如果说呢 我画完一个 那我如果假设呢 我希望把这个图 放在一个比较不会被挡住的 所以通常可能会移过来 慢慢移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假设有10个货币 那你可能要这样移 然后我如果有个固定位置 比如说10列高 然后宽的话可能是几篮宽 那你可能每一个做完一个 你下一个再做 那也会费时间 所以有什么方式 我们将来最后是希望 能够做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 就全部OK的话 那这样很方便 你以后 你假设你的资料 爬虫爬下来 然后自动把它整理一下 然后就把它输出结果 这样就感觉非常有效率 马上可以看到结果 你会知道说 最近的美元 大概涨跌幅了 一下子高高低低 因为最近美元好像降息 所以降息大家就想说 降息的话 会不会美元就开始贬值 好像 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那时候之前买了 蛮多美元的 我以前把它定存 不过看情况好像不妙 所以我赶快把它卖掉 不过卖掉之后 它其实还没有跌 不过有时候 这种跟你预期不见得 都一样 如果预期都一样的话 那每个人都赚钱 所以你可能要反向操作 这个也不知道 OK好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第一件事 请各位把上个礼拜这个范例 你先打开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解决第一个问题 日期刚刚我们是用函数的方式 但是我觉得没效率 我是希望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直接写个VBA把它完成 这个就不要插入这个 而是直接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不用插入这个 再把它删掉 那我希望怎么样 这边日期就写一个VBA程式解决 请各位先试一下 然后把上个礼拜这个范例 如果你有的话 那你就把它打开 如果没有的话 我印象中 这边其实也有一个程式 就这一段 有没有 你就把这个 好像上个礼拜 我们是用这个范本 只是加了几个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地方好像把那个网址 哪个网址 这个网址有没有 里面的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 把它贴过去 贴上去 然后它的编码方式 我记得是950吧 然后它就可以把这个资料 全部下载 我们再做一个修改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再来的话 上个礼拜的程式在这 就这一段 那其实只有增加几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网址 这个网址 还有第二个是这个编码方式 那我上个礼拜有讲过 如果假 大概原则上就两句 一种是950 就是Big 5 一种就是UTF8 那就65001 这两个数字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950跟65001 大概就这两个 以后如果你看到 反正执行这个阶段 你就执行另外一个就好 这比较简单 OK 目前好像UTF8比较多 就65001 OK 所以将来如果你遇到 假设 那个开放资料上面 那个开放资料上面 理论上应该检视的时候 这边会出现那个编码格式 他会跟你讲说是UTF8 还是Big 5 那可是这个是没有 他们其他其他的话 不过我们是其他怎么办 意思就是说 叫你自己试试看 我们试的结果是950 OK 那这个的话 我们把它执行之后的结果 就可以看到 所以如果上个礼拜 假设轻掉的话 那是因为上个礼拜 好像只有到10月 多少 10月18号的那个汇率 那如果你今天 再重新执行的话 他应该会到什么时间的汇率 它会到10月25 就昨天的汇率 也就是说 他会不断在更新 那他更新的原则就两个月 我记得好像是两个月 就是如果这个月是10月 对不对 然后他就会9跟10月 所以执行之下 我看 9月 如果11月的话 他就是10跟11 9月就不见了 就只有两个月 OK 你说如果太少的话 怎么办 没关系 还有更多的 别的网站 当然不过规则又不一样 反正就是 第一个就是你需要先把资料抓下来 因为如果你不把它抓下来 你没办法做分析 资料当然 如果更大的话 如果用人工 你是手动抓 抓浪费时间 所以最好还是学会 如何用爬虫 这个爬虫 我这边给个范本 其实就是用这个 叫Credit Table 那这个Credit Table 它是用上面的所有的资料 所以如果假设你看到是CSB的话 像这个政府的开放平台 只要是CSB 你都可以试试看 那其他还有像这一些 相关的 这个有关金融相关的数字 你也可以试的用同样的方法 试试看把它抓下来 那接下来的话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如何修正这个日期 就是在年月日中间加两个斜线 那刚刚那个 这个字名很细心 他就是直接在 因为我们这个版本比较新 所以如果假设你加两个斜线 那你说老师那我加一个 其他怎么办 其他点两下就可以了 不过跟各位想 这个是仅限最新的版本才有 如果你的版本比较旧的话 抱歉 我在别的地方试 别的地方不行 因为我知道有些地方 版本比较新可以 可是问题如果 现在讲过了OK 可是问题 如果假设你的电脑 不是最新的 那问题还是存在 对 你总不可能因为 为了要用新功能 你去升级吧 你要付钱吗 OK 如果公司的话 难道是你付钱吗 一定是老板 老板怎么可能 怎么 除非是像台积电这种公司吧 很赚钱 对 他根本不care那个钱 因为其实他们 最重要的是 要用最新的技术 所以我发现他们都用最新的 而且金额再高 他们都愿意买单 因为我之前想说 我那年代 我的案子 他做他们那部那个 专利的图书馆 他们要数位化 就是那二十几年前 他们就要把它全部扫描 然后建档 然后做索引系统 就是所有的专利 他们就要做这个 然后这个其实也没有很大的专案 可是那时候我记得 我那个案子就一百万台币了 二十几年前一百万台币 大概应该要两三百万吧 如果以那个当时的 可是他们好像也都很愿意花这种钱 而且很多很多这种大案子 我在想说 而且那时候用的技术也不是很成熟 就是用什么ASP ASP其实现在已经没有人用 可是那时候也才刚推出来 稳定性也不高 可是他们还是很愿意 就有点像现在的CHPT一样 反正刚出来 大家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技术 他们就愿意烧钱 愿意投资 因为他不做的话 就比人家落后了 所以他会跟很多其他公司竞争 如果落后了 结果当然一伤机就别人了 OK 所以我们如果假设 不用这个功能好了 假设 因为这个不是说 所有电脑都是最新的 我当然也是想 这样就带过都OK 可是如果说 我今天要解决这个问题 我除了用像刚刚建一个公司贴回来之外 如果我希望写个VBA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这边最大 那VBA的部分 其实程式真的也不多 总共的话呢 从其量 这真的只有三号 就一个回圈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一个串接 这个串接的话 跟刚刚的公司其实一样 只是写在后面 把结果丢回来到这里而已 OK 那怎么写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程式的话 第一个啦 如果你将来要 当然你也可以问一下ChargeV 他也帮你写 只是我觉得 这个应该没有很复杂 自己写应该是OK的 所以我把重点再来讲一下 第一个 你先打一个Sub 空一格 后面加上这个Sub的名称 我把它给一个名称叫修正日期 按Enter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再按一个Tab键 让它缩排 那首先的话跟他讲说 你的列是哪一列到哪一列 所以你这边打一个For I 用I来表示哪一列 那我看得到应该是第二列 有没有 然后空一格True的话呢 就是到哪一列 那当然有几种做法 你就是自己Ctrl向下 到37 有没有 所以你这边后面可以补一个37 Enter两下 打一个Next 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就是把这个日期修正完之后 再把它丢回来同样的位置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主要是怎么样 你要跟他讲说 我要怎么去中间加两个 其实Grader跟刚刚很类似 你第一个用那个Labs 这个函数名称的话呢 VPA的函数跟Excel 在这个名声上一样 Labs 那Labs他会问你说 你的资料在哪里 你的资料在这里 这个怎么叙述 这个就是储存格 储存格 在VPA里面呢 一定要记得叫Sales 刮胡之后的话 后面是哪一列 哪一列的话我给I 因为I的这个列号会变动 豆点之后的话呢 哪一栏 A栏 A栏的表示记得 它是个文字 所以钱会要加双名号 OK 然后豆点几个字 四个字嘛 然后刮胡一下 那这个时候就取得2024 空一格AND 空一格再加一个斜线 特别是哦 VPA里面记得 AND前后要加空白 这个是规则 然后再来什么 用MID 中间MID 这个名称跟Excel 也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取哪个资料 取那个储存格 你当然前面有打过啦 你直接复制过来 比较不会错 而且比较省时间 豆点 豆点 第二个的话呢 他会问你说哪个字开始啊 因为我这个是2024嘛 第四 第五个字 5 要取几个字 取两个字 OK 那这样就取得列 取得月嘛 然后再来斜线 斜线我用前面这个 这稍打一个AND 记得是AND斜线AND 然后再把这个 复制过来好了 这样比较简单 比较快 OK 那再来的话呢 一样就是Write 那这个一样嘛 就是把这个储存格里面的资料 有没有 然后我要取几个字呢 我要取两个字 从右边算过来两个字 从右边算过来两个字 那这样不就得到年斜线月斜线日 那最后要丢到哪里呢 丢到哪里的话 跟那个Excel的公式有点类似 Excel的公式是等于 但是差别的地方 就是你要有个地方 让他真的丢 所以丢哪里 丢回来自己本身 所以他会把后面这一串 先执行完之后 再把结果丢回他前面 有没有 所以他会等于是把自己 原来的字要盖掉的意思 所以他的流程是这样 他会先把这个资料 先抓过来给这边用 然后取两个字斜线 取两个字斜线 有没有 等到这边做完之后呢 他就再把结果丢回来 到这个位置 那等于就是说呢 他会把原来的资料盖掉的意思 那所以我们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理论上他就会这样 我竹簧跑按F8 这个时候的话呢 I等于2 所以A2 除以这一个 处理完之后 这一串 当然如果假设你没有把握 其实你可以 可以按F8 有没有看到 这个时候的话 把它输出之后 有没有看 这个地方只会跑一个 然后呢 他的斜线有没有 就出来了 不过 他好像预设是没有0的 所以他会把0给去掉 慢慢 09 02 不见了 好 那底下的话一样 就把它全部执行好了 OK 你会发现 这样有没有成功 其实是有成功的 你不要看到 这个应该知道什么意思吧 不要看到 这个都 对 所以其实一般是把蓝宽 这边限点两下 他就OK了 所以 那你说老师 如果 我每一次都要点两下 也得麻烦 我做完 我可不可以 就直接 不要 重新再下载一次 好 资料回复 那你说老师 我一直行 他每次都还要执行完 然后我还要再点两下 我会有点麻烦 所以 你最后面 其实 可以让他更完美一点 就是让他蓝宽 自动调整 我最后不是点两下吗 那那个动作呢 在VBA里面 你只要呼叫一个 物件 叫做蓝的物件 可能要记一下 蓝物件的名称叫colum 加S C-O-L-U-M-N-S colum 那你刮符之后的话呢 跟他讲说哪一蓝 当然你里面可以 两个叙述啦 你可以用A蓝 或者是说你可以D蓝也可以啦 不过我个人比较习惯 我会用英文 这样比较直觉 然后后面的话 你就加一个叫Auto-Fit 就是自动调整 叫Auto-Fit 自动调...Fit 自动调整蓝宽 这一个方法 他就会自己帮你调整 OK 应该里方这样OK的 我打小鞋 你会发现如果没打错 他的手势 自动帮你转成大鞋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我刚刚 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全部都打小鞋 移开之后呢 他的手势会变大鞋 表示没打错啦 可是你说老师 为什么我打完之后呢 我的手势呢 还是小鞋 有没有 我我我我 其实这个蛮重要的 像我 怎么样避免说你自己打字 不会打错 比如像这个啦 都小鞋 对不对 那如果假设我这个最后一个字 假设故意打错 Fit 打成 什么 Fear 然后这样的话呢 你移开 你会发现 这个他有变的 你说老师 为什么这个地方没变 原因很简单 就是你打错字 就这样子 老师 我自己打字也一样 我都打小鞋 然后呢 我会先看一下呢 最后有没有变大鞋 如果有变 那表示没打错 Auto Fit OK 好 这样就完成了 最后我验收一下 在 这个还没加斜线 所以执行一下 有没有 这样OK 没问题 有没有自动的调整 千万注意哦 你按一下就好了 因为如果你现在如果再按一下 会怎么样 再按一下 这边两个斜线 所以 所以 你说老师 不够聪明 对啦 如果你要 你要让他聪明 你要自己加一个防呆 防呆 就是判断一下 假设呢 他 看怎么样判断嘛 如果他里面已经是 有斜线 是日期格式的话 那你就把它跳过就好 就不要执行 不过我想说 我们暂时不要写那么啰嗦 我们就这样 先下载 然后再修正 这样就OK了 有没有 这样不是很顺吗 你就不用说 每一次都还要在下一个公司 复制 选择信贴上 还要只有纸 麻烦 OK好 续一下 这个程式 我是把它放在云端白板上面 你们可以参考 云端白板上面的 应该是 第几页 在下面 这个地方 在第五页的地方 不过 这边有一个地方 多写了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 这个叙述的话 跟我刚刚写的不太一样 这个37 那你说老师 为什么你这边要改 主要原因是因为 如果你下一个礼拜 再来看的时候 这个位置绝对 你每天看的位置都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他会更新嘛 所以如果现在写37 明天位置不同的话 那不就错了吗 所以你应该要把它改成 自动找出 到底这个数字应该在哪里的方法 这个好像记得有讲过 你看这个方法我还蛮喜欢用的 就是我会先把游标放A1 然后按下Ctrl向下 它会自动停在它目前最下面的 这个列的位置 所以这个写法的话 我前面好像讲过 这个写法就是说 我可以模拟 叫Range 那个储存格叫做Range A1 然后怎么样让它向下追踪 就是加一个And 不知道各位应该有印象 And 钱瓜阿虎 向下的话就是Excel Done 有没有向下追踪 然后呢 告诉我它目前所在的列 就是点Raw 这样的话呢 那就完美了 以后的话 反正它更新 它怎么更新都无所谓 反正我就追踪它最下面那一列 就对了 OK 这个很重要 因为以后如果你的资料是固定的 那就不用了 可是非固定 那你一定要用这个方法 请各位先续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写一个就是修正日期的部分 这个OK之后的话呢 再来就画图了